巴西里约热内瓦一家餐厅 在当地时间20号的凌晨3点中 发生煤气爆炸 强烈的爆炸威力 造成附近数十栋住宅和商业大楼遭殃 也有8人因此而受伤 当中包括一名孩童 至于照获原因 相信是一批非法储存在店内的煤气筒泄露所致 当身高190公分的威廉王子 站在229公分的姚明身边 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画面呢 当然就在这张近期成为大家焦点的照片 他们还被封为最萌的身高差距 聚知威廉王子和姚明是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图书馆 录制中国央视节目开讲啦的时候碰面的 两人在节目上一同宣扬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一个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东部近郊的平民窟 在当地时间19号凌晨发生火患 造成超过300多间的简陋房屋被烧毁 1500元流离失所 由于平民窟内的简陋房屋 它都是用塑料破布和废纸等材料搭建而成 所以当火患发生时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根据警方的初步鉴定火化会因电线短路所引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证年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ых centuriesOhio 而且达人邮犬 被救出说明镜业 01-10311